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出來祈禱的人都經歷到神的臨在神 神是很真實的 是可經歷的 是聖經所講到的 人可以經歷神的平安、興省、感動、安慰 這個都是神很真實的工作 我們現在繼續講到 重生基督徒必有的果子 如果講到得救是很簡單的 悔改 接著做什麼? 怎樣得救? 認罪悔改 認罪悔改和什麼? 信靠耶穌做救主 就可以得救 是一個禮物來的 你悔改信靠耶穌就得救了 是很白白的禮物 很簡單 簡不簡單? 很簡單 當你真心悔改認罪 耶穌就會入你的心 這裡有多少個人 你發覺當你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救主 你就開始發覺你犯罪的時候覺得不舒服 你開始覺得裡面有一種提醒的 你總是那樣的 就是你 除非你處理那樣的罪 否則你的心裡面是覺得不舒服的 有幾個人是有這樣的經歷的 請大家舉手 即是你繼續覺得裡面有一種的感度 總是有舉高的手限 這個就是神在裡面的重生的經歷 即是祂將你重生過來 你裡面就會自動 因為神的同在 神就不喜歡罪 就會令到你知道罪 那你的心裡面就會有悔改 那要跟著說 就是那個得救的人有什麼表現 必然有的表現 如果這些表現是有問題 就即是說這個生命是有問題的 因為有些基督徒信耶穌 他可能一樣照樣犯罪 一路消滅聖靈的感動 你有沒有留意到聖靈的感動 你犯罪的時候 他叫你不要犯罪 有沒有留意這個聲音 這個意念 有沒有人會消滅聖靈的感動 有沒有人會的 有的 很多人 譬如他說 你不要罵老公 他心裡說他這麼壞 當然要罵 那聖靈一路提醒 但他一路不聽話 那時候聖靈感動越來越少 而且他會遮蓋聖靈的感動 什麼方法呢 他用了藉口 他這麼壞 是要罵的 不罵他不醒的 聖經不是說要罵的 不是怒氣 人的怒氣 能不能夠成全神的意 不能夠成全神的意 你用怒氣的人罵 如果有人有人罵 你會不會變得很乖很好 不會的 會反抗的 所以這個不是神的方法 當人容許聖靈一路說話 但不聽話 一路抗拒的時候 他慢慢越來越聽不到 所以有些人信耶穌 信得很迷糊 回去教堂 一說到 立刻睡覺了 一說到關於耶穌 就沒有興趣 總之關於耶穌就沒有興趣 還有他心也抗拒耶穌 這樣好不好 其實有危機的 可能失去救恩 有六樣的果子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先讀這六樣 第一 在後葉那裏 讀那個題目 即六樣的果子一起讀 第一 繼續悔改離聚 第二 繼續信靠神 第三 親戒神 第四 愛神 第五 遵從神 第六 蝶我子 希望你看起來 任何我都有做 任何神在我裏面都有改變 第一件事 繼續悔改離聚 《佳規書》五章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情慾的事都是顯然易見的 就如奸淫 孤畏邪當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爭敬 忌恨 老奴 結黨 紛爭 異端 疾渡 醉酒 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後果是甚麼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裏面有些罪 你覺得基督徒會不會都有犯呢 有 仇恨 有沒有有時 憎恨 有 老奴 有 結黨 教會有沒有有時結黨 有 有 紛爭 有 疾渡有沒有 有 謊言 有 經常想喝呀吃呀 或者經常玩機呀 經常都玩呀 這些都是謊言 意思是甚麼 任何基督徒 在一個罪裏面 他可以 不能 甚麼 不能承受神的國 即是有人一路的心怨恨 經常都怨恨他先生 他太太 或者怨恨某個人 或者甚至怨恨全道人 全道人 全道人 愛他多過愛我呀 全道人對那個人好些呀 他不是好 即是好像對我呢 沒有好像他看送其他人那樣 他心一路怨恨 他不公平呀 這樣的時候呢 那種怨恨一路積罪 或者兒子呀 他對我不好呀 一路積罪的時候呢 是可以令到個人呢 埋怨神 神對我不公平 結果呢 可以離開神的 所以這個是很危險的 聖經有講到 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 情慾收敗壞 即是可以帶來的後果呢 就是 收敗壞 信著情慾殺種 所以呢 一個曾基督徒一定會繼續怎樣呀 悔改 悔改 還有什麼呀 離聚 很緊要離聚 在你的心中還有沒有怨恨呀 是不是一滴都沒有呀 有沒有一些埋怨呀 有 不喜歡人呀 那些要不要處理呀 要呀 為何謠恕人呢 有一個方法很簡單的 不過你是肯定做的 假設這個是代表不聽話的人 不好的人 其實一個對人不好的人 他是一生人都受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 很多人都受到很多傷害呀 受到很多傷害 他就會生氣 他習慣傾向有什麼事 就會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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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 講負面的事 可能我們中間都有些是這樣的 是吧 會不會這樣?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會不會 好了 這個人呢 他裡面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有什麼事情呢 他就發脾氣了 你有沒有試過 搭火車啊 搭什麼車啊 或者過關啊 見到那些人 嘩好爐吵 小時候在那裡吵架 吵得很厲害 連那些人去勸他 都不聽話 就是有沒有見過什麼人 因為他裡面有什麼 那些勞氣 那些勞氣沒有處理到 那些職傳的勞氣 一直沒有處理到 所以有些什麼事 爆發 有人撞一下 他就會發脾氣的 有時候有些人 真的在車上 嘩 罵幾個站的 一直罵罵 真是無止息 一個罵 另一個又頂回他 兩個人對罵 嘩 這種情況 我們都見到 有些很多人受這些 他裡面受很多傷害 所以這個人 其實他會傷害人 在裡面 他受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就連率他 其實他都是很淒涼的 他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裡面經常不安 所以我就說 他受很多傷害 所以傷害我 我不用介意 你就連率他 你就祝福他 那你就能夠容易嚴恕他 你就說不要緊了 其實他都是 這件事你千萬不要跟他說 他在他的智商 他的情緒 他的智商 是不成熟的 每個人 我們看人的樣子 又高大 又應該年紀都不小 是不是 他裡面一定是不小 不是的 他裡面有個小孩子 你不小孩子 你一說他 他不是這樣哭出來 他是 他是爆出來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你說兩句 他裡面就 好像那些小孩子 就兩句 不過他又不用兩句的方法 他是用第二個方法 但是基本上 他都是裡面 成不成熟 不成熟 你裡面成不成熟 你裡面是不是 沒有所謂 不要緊 大人有大量 他說什麼 不用介意的 這個就是成熟 其實越成熟越輕鬆 為什麼呢 所有不好的東西 不介意 沒有所謂 因為神愛我 其實因為神愛我 我以為是開心 其實難不難做到這件事 不難 大家有沒有試過 坐地 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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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地都很辛苦 擦地 擦那些職 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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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句没所谓 他说完就算了 但有时有些人 你说他一句 他就 不屈 立即不屈 里面很不服气 小小东西不可以 想不想是这样 不紧要 不所谓 越是这样 越是这样 但其实我们日日想起落 日日想起落 是不是要这样 不是 不紧要的 没所谓 不紧要的 没所谓 不死得的 这几句话你跟他说 没所谓 没所谓 不死得的 下来的女人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连述他 祝福他 其实他需要的 他需要我帮他 需要我祝福他 又对他好 但好的时候 你不要多说一句 是见你而已 好像你这样的样子 不用加一句 不要加一句话 总之做的时候 很甘心耐心 令他全心舒服 行不行 不只是说是天中 其实 因为耶稣要我做 不过我总要顶回他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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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 黏碎 至少 可不然 关他 他这样ck 其实要做的时候 是否是做什么 自己拿来仇 自己拿来仇 在你身上 即使可以 看见帝兄姊妹 暗虐 自己的心 就不想去徒典他 是否不应该 很自然 要为他祝福走 OK 这个要判断 如果有帝兄姊妹 她有远弱 你想帮她 这个要需要智慧 為甚麼呢 你要從日常的觀察 這個人會否聽勸 其實聖經教導我們是要勸導人 不過勸導人是有準則的 我們不是需要找每一個人 看看這個有沒有甚麼缺點 這個有沒有甚麼 你逐個找 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你逐個是不是全世界 每一個人來教堂 我逐個逐個找 告訴他你有甚麼 這個是不需要的 如果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每天都是這樣做這個工作 而是我們見到這個罪 是有破壞性 有傷害性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這個人 如果是 有些人是很難處理的 你說甚麼 說他受不了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處理和一個人是比較謙虛的 是能夠聽人的意見是不同的 這個我們要判斷 聖經教導我講一句話 總要趁著環有金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心裡就光硬了 我們是有這個責任的 譬如你知道那個人犯監入 你一定要勸 不過你怎麼勸法 拿丹仙芝去到大衛的時候 他怎樣 大衛王你有沒有搞錯 他說你這樣一國之軍 做了這些壞事 是不是 拿丹仙芝是不是這樣 他用甚麼方法 比喻 比喻 是的 比喻 有一個人 很多隻羊 旁邊那隻小羊 有人來他家吃飯 他就拿了人家羊去湯了你吃 大衛 說這個人必死 拿丹仙芝 這個就是你了 拿丹仙芝很有智慧 但是大衛也是一個謙卑的人 所以他能夠接受拿丹仙芝的說話 處理一些教會的問題 你就求神問神 我怎樣去處理 用甚麼方法 如果你真的處理不到 因為這個牽涉到教會 你是可以找傳導人幫你的 傳導人的智慧去幫你 決定這個人怎樣幫助 在我來說 我每一個都會去引導 勸導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幫他的時候 都是給他感覺被愛 不是踩下他 我們是關心他的 還有建立關係 你才能夠有機會去關心他 如果你整對人都硬巴巴的 你就很難有機會的 這個都是我們的生命 表現出來 是成熟的 是愛人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勸導就可以有永恆力 這個是需要智慧的 就是我們要判斷 家人都一樣的 譬如你阿婆已經是 年紀又大 很難改 你勸他吃飯不要跌到整地都是 是可能沒甚麼作用的 都不用勸的 你知道這件事都沒甚麼作用的 有些地方你看一下 即是你要判斷 OK 好 下一個 第一 繼續悔改信離開罪 第二 繼續信靠神 有漢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就是信貪民的人 他就賜貪民權變作神的兒女 這要講到信耶穌是甚麼 你看經文 信耶穌這個定義是甚麼 甚麼是信耶穌在這裏 你看看經文 望世的經文 接待他人 是的 即是信就是甚麼 信就是接待耶穌 接待甚麼意思呢 讓他進入你的心中 讓他進入你的家中 讓他進入你的生活中 那你就是接待 所以信耶穌不是只是頭腦信 你信不信有英國 信 但你的生活跟英國是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 你信耶穌就是這樣 信有個英國 信有個耶穌在天堂 不過生活跟他無關 那你是不是接待耶穌 不是 接待耶穌是說 耶穌你進入我的家 讓我整個生命你掌管 我的思想你掌管 我的情緒你掌管 很多人就是這樣 如果真的這樣 就讓耶穌作主 但很多人就是怎樣 耶穌 我跟女朋友在一起 你不要跟我一起 你暫時離開 你不要看 這些是不適宜 兒童觀案的 那時候呢 他說什麼呢 耶穌不要來 我看那些電視劇 你不要看著 這些不適宜的 你 這個就是把耶穌 排出他的生命的裏面 那些部分 這樣好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如果耶穌看了不喜歡 你不要看 是不是 耶穌看到你講話的那種方式 那些 耶穌會不喜歡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這個就是 截待耶穌 真是耶穌做我救主 又做我生命的主 這樣的人呢 神就給他拳命 做神的如律 真是信靠耶穌 但是你說 有些基徒 他真是截待耶穌 些少 會有的 其實得救呢 有些人是僅僅得救 就是當這個水平面 僅僅得救 有些人是很清楚得救 有些人是很清楚 有神的表現 生命的表現 有些人是很成熟 能夠祝福人的 每一個層次 有些人是僅僅得救 就是他是 他是會處理生命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處理的 這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 有時一件大事 他可以離開神 有沒有見過人離開神 有的 真的會離開神 所以呢 我們一定在神面前 獻祝神下你幫助 我真的讓你做主 你就說 耶穌今天 回我家 你講吧 跟耶穌講吧 主耶穌 今天回我家 我接受你 我接受你 在我跟丈夫的關係 在我太太的關係 是讓你做主的 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 可以 真的 你跟丈夫 太太說話的時候 耶穌看著的 你是歡喜的 是輕鬆的 OK 一繼續信教耶穌 繼續 耶穌是我救主 有些人會這樣過 我聽過有些人說 哎呀我暫時還是不要去救 我要放假才行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人說話 有 有時 哎呀我暫時還是不祈禱了 我不行了 他們那裡有些問題 我搞不定 但其實愈是有問題 愈是應該怎樣 愈是親近神 才能夠釋放 他說不是啦 我很煩 就是耶穌來釋放 為什麼有些人煩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祈禱呢 他就沒有給耶穌釋放 你有沒有試過 發覺煩的時候 站起耶穌 哎呀你也有我放手了 我不管這些事了 我放手了 哎呀你也有耶穌愛我 最緊要 有沒有覺得會鬆的 會的 但是有些人沒有這個習慣 煩的時候 就去看戲 睡覺 吃東西 旅行 就不會找耶穌的 你有沒有這個習慣 是不是第一天找耶穌 有些人就找誰 三姑六婆 哈哈哈哈 然後就撩到撩到撩到 那兩個在說說說說說 說完是舒服點的 不過在神眼中是怎樣 不喜歡的 不喜歡的 那你用什麼方法處理 找耶穌 找耶穌 你有沒有這個習慣試 找這個習慣好嗎 有什麼事找耶穌 沒事有事都找耶穌 整天起床就感謝耶穌 阿里路亞 好不好 那你就繼續信靠耶穌 繼續跟耶穌的關係 給耶穌做你生命的主 繼續信靠做救主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人又不常在我裏面 那意思是什麼叫不能做什麼 什麼東西做不到 煮不煮到飯 煮不煮到飯 是什麼做不到 到底耶穌在說什麼 不能做什麼 是的 就是不做到耶穌起業的那些東西 沒有耶穌的同在做不到 耶穌起業 好了 如果人不是時時在耶穌裏面 有什麼後果 好像那些樹枝 怎樣 雕在外面 枯乾了 然後那些人又怎樣 生靈就扔了火 扔了火 扔了火 是代表什麼 是永生 還是什麼 永滅 永滅 就是說人如果不是常在耶穌裏面 跟耶穌沒有生命關係 他可以什麼 失去什麼 失去救恩 可以失去神的生命 這個經文說得清楚 你不時時在耶穌裏面 就會枯乾了 有沒有見過基督徒生命很枯乾 有些人說信耶穌 又去看色情片 又會經常罵人 有些人又不回教堂 跟家人罵了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基督徒 我也有些基督徒跟我說 他家人的丈夫以前信耶穌 現在又罵 又經常不處理生命 真的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是需要處理 在耶穌裏面 在耶穌裏面 他人是有獨力的 當你敬拜讚美之後 你不會想罵人 不會的 你的心就會平安 就是有平安 就是有力量 就是神的同在會帶來醫治 但是當一個人小祈禱 慢慢開始怎樣 心就開始遠離神 就開始會對神 有些抗拒的說話 所以我們留意 我們哭了 你是否嘗試在耶穌裏面 是 其實我們可以養成的習慣 無論在街上 在哪裏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不一定要開聲 我心想著 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是充滿開心的 我幾時都想著耶穌 耶穌真好 這樣是很享受的 這樣好不好 好啊 聖經講到 以樂與神同行 三百年愛 哇 時事同神一齊 這個就是蒙福的生命 下來了 所以我們開始這個習慣 每日用一段時間去親近神 越長越好 那又怎樣親近呢 思想神的話 以看神的話 以思想神的話 以思想神的話 以及一路享受神 宣告神的恩典 記得我上次講過 恩典的祈禱 多謝天父愛緊我 感謝天父陪我一齊 跟著我一齊講 多謝天父愛緊我 多謝天父和我一齊 天父看著我 神在我前後環繞我 看守在我身上 神在祝福我 神加我力量 神在心裡有奇妙計劃 神要大大使用我 我的生命可以祝福很多人 感謝耶穌 但上面的大碗就是恩典的祈禱 跟著又 敬佩贊味 耶穌我愛你 謝謝你 我歡喜你 我需要你 我整天拉著你 我要貼緊你 哈利雷 합니다 耶稣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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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敬拜责民 大家记不记得 好 现在再试一下测试一下 你们看见不记得 耶稣经常陪着我 这个是恩典还是敬拜责民 很厉害啊 你们很厉害啊 感谢天父 恩典 多谢耶稣爱我 感恩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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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是什么 恩典 多谢是敬拜责民 属于我们对神的嘛 耶稣爱我 是什么 恩典 可以将两个合平 多谢耶稣爱我 上面是什么 多谢是什么 敬拜责民 下面呢 耶稣爱我 恩典 两个可以合平的 多谢耶稣陪着我 多谢耶稣 是什么 恩典赞民 一个是敬拜耶稣 多谢耶稣 和你一齐 这个是什么 恩典 恩典 就是两个可以合平一齐 每日都用恩典的肚固 为什麽 就是说耶稣爱我 感谢耶稣 你都说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体重我的 就会令到我们的心欢喜 尤其被人骂完 你就是耶稣爱我 耶稣不会这样骂我 耶稣祝福我的 那我的心就会松开了 我可以喜乐的 每日都用恩典的说话 然后我们就回应神 多谢耶稣 最好有感情的回应 多谢耶稣 救爱我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即是心很感激 我想问你 如果有人天天都服侍你 整天都帮你 见到你就服侍你 又帮你 你会不会很喜欢这个人 神就是这样 天天服侍我们 帮我们 是不是应该很感激他 我们应该天天都感激他 那这个就是 是 时时呢 和神有感情的回应 那你更加享受这个关系的 好了 亲近神 那亲近神呢 其实和爱神 其实这里六个项目呢 是可以分为三对的 第一对呢 和救恩有关系的 配改 信靠主 第二个呢 和亲近神有关系 亲近神 爱神都是亲近神的 是不是 对不对 高龙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 一起读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做可就 主必要路 哇 严不严重啊 哇 不爱主可做可就 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看到神的恩典 是否应该爱他 是应该爱他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 会会这样的 耶稣不高兴啊 耶稣对我不好啊 耶稣不记得我啊 那这种的感觉 一路加强加强 他会对神 有一种负面的感觉 他会呢 慢慢的 他不懂得感谢神 他觉得神不公平 觉得神不好 那这件事要拿走的 最大戒命是什么呀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全心爱你的神 这个是最大的戒命 所以神那么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 时时爱祂啊 是 就是亲近神里面 是包含爱神的 就是我们对神 有一种这样的欢喜的 那么 亲近神和爱神 跟着下面 尊重神和结果指 也是一对的 就是尊重神 包含结果指 尊重神 马帝七章二一节 凡清风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难都尽天国 唯独准行我天父子 你人才能尽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呀主呀 我不是奉你这名传道 奉你这名赶鬼 奉你这名行许多二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你 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想问你 如果耶稣这样说 这句话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 这个人去哪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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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一定是聽過耶穌 他是有祈禱的 他是有祈禱的 他說主啊主啊 不是個個主啊主啊都可以進入天國 他又回教堂有祈禱 但為什麼他進不到天國呢 因為他沒有做什麼 沒有遵行天父子義 因為他的信心沒有行為 他說信耶穌 但他又會咒罵人 又會想一些不好的事 他又沒有聽耶穌說話 只是說信耶穌 那時候他的信心沒有行為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信耶穌得救 但信心一定是有生命的改變 如果沒有生命改變 證明這個信心是什麼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這個信心就是死的 死的信心是否得救 是不得救 有些人說 我奉耶穌的命 我們傳道趕鬼行二能 為什麼會沒有進行呢 有些人傳道 是否一定是因為他愛耶穌 因為他想救人 還是他為了吃飯呢 你猜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人為了兩頓飯去傳道呢 有的喔 他傳道呢 他未必真的跟耶穌有生命關係 其實是一份工喔 其實很危險喔 我曾經聽過有人 認識一個牧師 退休 那牧師不回教堂 他就問他 牧師為何你不回教堂 我回了幾十年了 不關你現在 那時候呢 他回教堂是什麼呢 回一份工喔 他跟耶穌 到底有沒有這個關係 我不知道那個人 到底跟耶穌沒有關係 不過這個顯示有問題的 就是我們應該是時時跟神有關係 去親近神 去敬拜神的 對不對 那所以呢 說信耶穌 但是又會咒罵人 又會傷害人 又會偷人的錢 又會做些不好的事 又沒有去遵從神的時候 這個人 他的生命有些什麼 有問題喔 你生命會不會有這些事 有呢 你快些悔改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大部分的處理是一樣的 是我對老公就不行了 我對老公呢 我就生氣到他死 不過個個我都要遙暑的 這樣行不行啊 值不值得我們生氣啊 聖經說什麼 如果你不遙暑人的過範 神都不要遙暑 神都不要遙暑 那淒不淒涼啊 很慘的喔 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我們小心了 我們有沒有 有些地方漏了 有些人說 那不是很慘 那麼那麼多人 怎麼漏了 這樣就慘了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悔改的生命 知道什麼罪 立刻悔改 做不好 悔改求主赦免 這樣耶穌就是赦免來的 又真是去改 我去努力去改 你改不了 有些人說 我整天都很容易發脾氣喔 那怎麼辦呢 那你每一次都要悔改 悔改之後呢 你親近神 你慢慢的心 柔和謙卑 你和接納人都有軟弱的 那你的心呢 你就能夠搖恕它 你就能夠放手了 在心裏面 知道這個要處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麼 尊重神也都包括結果子 結什麼果子呢 一起説一下 聖靈的果子 和侍奉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呢 加勒太書5章22節 聖靈所節 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信實 不由節制 就是聖靈在裡面 就會產生出愛心的了 所以有很多人見到 不信耶穌的人 就會開始傳呼吸的了 會關心祂的 心裏面有愛心的 不過呢 其他人可以傳 不過這個不能傳 這個人很壞 他經常罵我 我不可以傳愛傳呼吸 有時候人會這樣 這個人 我覺得跟他傳呼吸 我的地位很低 又要等他的反應 這個人 這個人 我生氣他 我不肯向他傳呼吸 這個時候 他就 爛了聖靈的工作 所以我們說 神啊 讓我們能夠 繼續結出聖靈的果子 有沒有人 開頭傳呼吸 失落了 不再傳了 以後不傳了 有沒有這樣的人 很多 所以我們求神 幫我們 繼續有憐憫的心 其實我經常幫人 我在網上很多影片 很多人看就找我了 但是我持續去幫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連接他們 我很想幫他們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的 就是 神給我們的關心 譬如你有時候 看到他很想和他傳呼吸 但是跟著你說 他不會信的 有沒有試過這樣想 你很想他是不是傳 因為聖靈 是聖靈感動你 但是你說 他不會信 那你就不傳了 就失了個機會 那你就會 留意這個情況 就是聖靈跟你說話 聖靈提你 那你立刻就回應神 那這個呢 神就會越來越多跟你說話 有沒有試過有時候 跟一個人一起走 啊 很想和你傳呼 有沒有試過 跟著自己說 他都不會信的了 這個就是我們難阻聖靈的聲音 再人不能 再神 凡事都能 人以為他不可以得救 神可以叫他得救 好了 跟著行為的果子 馬太25章45節 王耀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是你們既不造在我 這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造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裡去 這個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那些造在小子的身上 就是造在誰身上呢 主 主的身上 那些沒有造在小子身上 就是什麼呢 沒有造在主的身上 他們去哪裡啊 46節說什麼 永營 永營 哇 有些人說 有些人這樣說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看法 這個屬於成性的範圍 我雖然要得救 我有沒有幫人 和我得救無關 我不是靠幫人得救 但是一個人 他見到人他不會幫 他不會幫助這些小子 證明他信心有問題 一個人他不關心周圍的人 他不幫助周圍的人 根據這個經文是怎樣 他可以結局在哪裡 可以是永營 我們要分析 我們是不是靠行為得救啊 不是 但是你真信耶穌 你就會開始關心周圍的人 是不是 所以關心周圍的人 是不是 任你做不做的 是不是 任你做不做的 不是啊 是必要做的 但是不是好像 強迫做 而這個是 心理的必然的果子 是不是 基督徒必然 是應該去關心人的 但是他過基督徒都會教 你回教堂 會關心所有的人 周圍的人 因為只是關心你兩三個朋友 有些人回教堂 就直接找 我朋友在哪裡 立刻就坐在他旁邊 永遠都是坐在他旁邊 永遠都是兩三個朋友 其他人呢 不太理會 不關心 不太熟 不太熟 其實 什麼 一句 一字三 兩字熟 你就走過去跟他聊聊天 歡迎你 我叫什麼名字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跟他聊聊天 可以嗎 可以 其實我們關心人 最容易關心的是哪些人 先 教堂 是老人家 教堂裡面的人 已經坐在那裡 是不是 有些人說要傳福音 你關心了教堂的 還有那些新來的人 有沒有關心 有 是的 但是很多人不是 不理的 新人不理的 只是你兩三個朋友 這樣的時候 他就沒有做在小子身上 其實這句經文是講到 哪些小子 他說 看一個經文說什麼 不做在誰身上 我 者 弟兄 即是誰 我者弟兄 即是誰 神的弟兄 即是神的兒女的身上 所以這個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我們就去留意 怎麼做 就是說原來 事奉神是不是 只是傳道人做的 不是 是個個都做 傳福音 是不是只是傳道人做 個個都去的 所以這些呢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生命的果子 這六樣 你回到三對 開頭兩對 跟救一有關的 就是什麼呢 繼續悔改禮罪 這樣記得 悔改禮罪 跟著呢 繼續信靠神 然後跟著呢 親近神有關的 就是第三是什麼 親近神 第四呢 就是愛神 跟著呢 最後呢 就是跟行為有關的 遵從神 和結果子 你回到三對 你記得嗎 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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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這張紙 一起說一次 看可以嗎 第一 這是得救的 果子 果子 不是方法 是得救的 果子 是得救的 是得救的 果子 果子 不是方法 是得救的果子 是什麼 你回到三對 一對呢 就是跟救恩有關 一對跟關係 跟神的關係有關 一個跟行為有關 一來講這三個字 第一呢 是跟救恩 救恩有關 跟著呢 關係 跟著呢 就跟行為有關係 再講一次這六樣 第一是什麼 認罪靈為 理罪 理罪 第二呢 信靠神 信靠神 繼續信靠神 跟著呢 親近神 關係親近神 愛神 然後呢 遵從神 然後呢 跌果子 有沒有覺得 很難做啊 這些事情 耶穌說 我的騙是 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 輕散的 為什麼容易呢 你天天讚美神就容易了 如果你天天看人的不好 就很難很難 我們靠著耶穌 可不可以得勝有餘啊 可以 可以的 靠著耶穌是可以得勝有餘 在這一陣子呢 這麼多時間 如果有人的問題 可以發問 或者有人 你的生命很大的改變 可以出來分享 就是說 你怎樣 在這些環節上改變 就是在這些地方 你怎樣給神去改變 你可以分享 或者有問題 有問題想問 我想再講一次 很重要的分證 得救的方法 是哪兩樣呢 得救的方法 認罪悔改 認罪悔改 和信靠耶穌做救主 這個是得救的方法 唯有信靠耶穌得救 不是靠行為 但是你信耶穌之後 你就會有行為了 有三類的是什麼 第一就是 和救恩有關係的 然後呢 悔改禮罪 然後呢 親近神 愛神 然後呢 遵從神 和結果子 有沒有結果子 你見耶穌的時候 會不會兩梳招 神教我帶兩梳招給你 耶穌說你帶什麼 兩梳招 開始其實不難的 你開始關心人 發覺開心的 你關心人會開心的 你有試過關心人 覺得開心嗎 有 所以你開始關心人 又為人祈禱 又幫助他 有些人需要你探訪 去探訪他 其實不是很難做的 對不對 不難做的 你做做一下 越做越有滿足感的 你對於我 你就會考慮 一次 蓋 在天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